她是女樂手下的 御用收租佬 為女樂念財的同時 自己也賺得盆滿撥滿 橫行於黑白兩道之間 女樂跑路後 她仍在香港繼續佛財 在七十年代 便擁有數千莫乃至上億的身家 晚年卻落伯得淒離止散 最終在病痛的折磨中去世 她就是女樂的 御用收租佬 沙皮狗 1940年 沙皮狗 出生於香港 真名憑狗 馮狗的父母是典型的社會人 已經營賭檔為生 賭檔往往都是龍蛇混雜之地 馮狗在這種地方長大 也因此從小就沾染了不少社會人的習慣 印定撓偏門來佛家智庫的道理 五十年代末 書末讀多少的馮狗絕學從雙 與兩位襯兄弟 豬油仔 和羊背東 一起開起了麻將館 馮狗又在朋友的介紹下 加入了東聯社 由於馮狗為人機問聰慧 腦子轉速非快 不僅善於如人結交 處理社會關係更是首到琴來 很快馮狗就在東聯社里退泳而出 成為社團堂主 隨後馮狗三兄弟在音叉揚立之下 與大自己二十歲的履樂相識 毋高權重的履樂對馮狗借毋年輕人頗為賞識 拉攏馮狗等人 逐步將自己所為的生意交給他們打理 由於兄弟三人深吻此道 從此一飛沖天 成了履樂的 御用收租佬 1962年 履樂進升為 總華探長 在江湖上隻手遮天 坊間襯其為 四大探長 之手 逢狗有履樂做靠山 在黑白兩道間橫行磨忌 事實上 華探長 的職位在官職理事很低的 但實際上的權力卻很高 那時候香港仍在港英的治理下 高官自然不具用花仁 而英籍的高官說的是英文 當地人說的是粵語 語言不通十分不便 因此在與普通百姓接觸的基層官運 就需要用花仁 而這幫基層官運的頭 就是華探長 又正直而戰列束末多久 黑幫社團猶如雨後春筍般露出 各行各業皆能現到黑幫的身影 原本白道對黑道就由如茅爪老鼠一般 可畢竟黑道不是老鼠 白道也不是茅 黑幫老大拿出一部分不法收入級白道探長 白道探長常到了甜頭就他爭一隻眼閉一隻眼 而沒有來走關係的黑道肯定就要接受白道探長的制裁 久而久之 黑幫拿展級探長換取自己的奉平浪靜 就成了一種風氣 這些展示按月常交的 坊間襯為 租金 但作為 總華探長 的女樂有頂頭上司釘著 不能明目將膽地出面收剪 況且平日你自己事情也多 哪船能分身來收租 因此就需要親信來為自己收租 這時候就體現出逢狗三兄弟 收租老 這個角色的重要性了 逢狗與大哥 《豬油仔》收取港狗地勾所有燕蕩賭蕩的保護費 每家每個月450塊 單單燕蕩就有200多家 賭蕩更是多到不計其數 這些擋口利的 大戶則另外算 比如電影 《閉豪》的原型人物石蕩被捕後就曾說過 他旗下的每個粉蕩每月上交1200元 除此之外每月船賄額外交三四馬級雷落 旅落橫行整個六十年代 五億探長 的名頭絕飛浪得虛名 以前來收租的逢狗自然跟著風光無限 江湖就有傳言 旅落在 逢狗大 多年以後逢狗的親信鎮花山就曾透露 當年的亞Sir都他收到兩份工資 一份是原本職位的工資 另一份則是逢狗來罰的工資 逢年過節還有另外的準備 伏完工之後正如的展旅落拿七成 逢狗拿三成 即便是三成 逢狗也能富甲一方 作為發工之 的人 逢狗雖不是百度中人 在百度里的地位卻很高 而他在黑度中 那更是為所欲為 那時有展有勢的逢狗 順理成將地成為東聯社助館 又靠著旅落借層關係 在最為繁花的尤尖皇帝勾一家獨大 沙皮狗 這個綽號自然是未人敢再當面叫 畢竟太過操作 虎多在江湖上呼風喚雨的大佬現了他都得親切地叫一聲 逢狗、狗哥、點頭蝦腰、遞煙敬酒 甚至逢狗出入歌舞廳都可以免單 而逢狗此時最大的愛好就是購買物業 他買下著名的重疆大廈里頭虎多單位 重慶大廈的六樓就是他平時收款算帳的辦公室 地下算有個地庫 那是處理收來的借歇展的地方 借危掩然就是他的大本營 當然 逢狗所得的一切都建立在呂樂座在 總華探長的位置上 呂樂一走 他船能福予翻雲不成 1968年,呂樂意識到自己極可能被查 於是提前退休 又在1974年時 廉政公署成立的前夕逃離香港 呂樂退休後對憑狗影響事有但事不大 畢竟逢狗此時已是有展有勢 他繼續自己的投資事業 除了買房子、船開了數加夜總賄 如知名的、東雲角、新碧堯等70年代初 彼時的、澳門黑囂 街市衛船指示名不經傳的小雲雲 由於狗分坎相逢狗的一名馬仔 逢狗大怒,隨即為小弟出頭 上門找 街市衛、老大、十四傢的、黑無常 要人、黑無常 即便是清霸撥蘭街也不敢惹到逢狗 但又不想交人,於是羊 街市衛連夜逃離香港 日後,在香港毫不起眼的 街市衛,跑到菲律賓運得風生水起 又到澳門根料賭王,就年後來的 澳僕教父,崩牙區都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 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 女樂逃離,隨後在一個個污點證人的指證下 逢狗與哥哥、豬猶仔 作為女樂的,收租佬 自然是逃離不了法律的制裁 可,豬猶仔,為人中意 一人抗下了所有罪,逢狗磨罪釋放 這也就是為何,碧豪、雷樂傳 等電影里只播出了 豬猶仔,借個人物,而沒有 沙皮狗,借好人,逃過一劫的逢狗自知大世已去 逐步脫離江湖 他把東聯社交給了得以門生莫世袖打理 日後借過莫世袖北近成為東聯社作館 船時,演唱他之父,將歌神的經紀人 而逢狗自己則將重心放在了投資房產 正值香港樓市勢頭好 據說逢狗手頭就擁有戒值數千脈上億的房產 要知道,當時有十脈塊就已經能買上一套房子了 逢狗再一次到達巔峰 但很快,也虎視報應到來 他的人生開始走下波爐 1978年,逢狗的妻子與他離婚 逢狗那是一個大出血 吸了妻子一次性善養費800脈 每月船得吸每個孩子3500塊的善養費 要知道,他有七個孩子 隨後大仰彼岸的女樂正心急如焚 他認為自己在香港的產業被人貪脈 於是派了危子女實出面處理 女實以來就跟逢狗有了狗分 但是所謂上糧不正下糧歪 女實可是不務正業的主 他不止找上了逢狗 船找了和合徒的 傻老泰 傻老泰 一直都是給女樂收麻將館租金的人 女樂跑了麻將館就由 傻老泰,自己承白 女實一來就要求 傻老泰 將租金 將完租金後交給女樂的展船 比以前少 自己夠掉了大部分 從而導致女樂對 傻老泰 窮追猛打20年 換句話說 女樂口中別人黑了他的展 但他自己借些展船不是貪脈得來的 借又怎麽算 1988年 馮狗繼續往房產方向發展 帶著危子馮錦光投資了深圳的香脈湖 繼而又投資了其他項目 起初的盈利船不錯 可後來不知到是經營不善 船是危子勾結外人對著馮狗耍手段 虧得一塌糊塗 馮錦光船多次如父親憑狗對保公堂 作為旁觀者 不得不再吐槽一句 上梁不正下梁咪 九十年代初 澳門島廳開啟了 包廳制 與蝶馬制度 馮狗看准封口帶著巨額之金來到澳門發展 可惜日被他逼得背井里向的 皆是為 此時可視賭王眼前的工人 日後戚詐澳門的 崩牙區 都得叫他一聲 哥 馮狗想離開島廳撩金 那你開得成 也虎視妻離子散心有不甘 導致的心性大變 至少在島卓邊掌大的馮狗對於島未有沉迷 可謝遲到了澳門卻是一把把的疏客 將自己手頭的物業一把一把地輸掉 1997年 曾經放下豪言稱 拳打身以安 腳踢十四期 的東聯社助館莫世袖 在 大碧哥 智雄的酒吧李備 環仔之虎 的弟弟 雞腔重創 東聯社從此一缺不振 馮狗也跟著燒聲匿跡 2007年 馮狗中奉入院 多年後又有人看見憑狗坐著輪椅出行 據說是長期的病痛使他站不起來 2017年 馮狗病逝 享年七十七歲 殯儘館外一個只造的 馮狗大廈 格外聖目 古技是馮狗生前的襯憑好友知道他喜歡買房 殯儀館內各路社團大佬齊出自喪 余申儀岸的大總管 林剛和聲和 造王者 郭華和義堂助館 玉傳 十四K 雙花紅棍 鎮惠敏 和安樂超級元老 老鬼拳 等等 馮狗的幾房妻子人女也都到場 可對於憑狗的過往皆閉口不談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訂閱點讚轉發 感謝大家的支持